觀眾朋友晚安您好 歡迎收看1900重點直播 我是星化為您新聞化重點 今天10月10號國慶日 在這呢要先祝中華民國台灣 國慶快樂生日快樂 而頭條訊息呢我們就來看到 今天在國慶大典上 也是總統賴清德就任過後 第一場的國慶演說 究竟他說了什麼 而相信大家他在國慶晚會上 賴總統的祖國論 也讓國人兩岸以及國際社會 感到耳目一新印象深刻 所以呢在今天的國慶大典上 卻有學者認為 這會不會是賴清德總統 對兩岸論述 越來越往兩國論來靠攏了呢 而值得注意的是 我們可以來比較 在520就職典禮 還有上個禮拜的國慶晚會上 以及國慶日當天的演說呢 使用到關於我們國族認同主權 認可的這樣的字眼 究竟賴總統是怎麼運用的 包含了像在今天呢 台灣提到44次 那麼在國慶晚會上 台灣只提及了一次 還有呢在就職典禮上 台灣卻是提到了77次 強調的是台灣的主體性 但是中華民國的部分 今天國慶日 他中華民國提到了8次 而先前的國慶晚會呢 是提到了5次 在520就職典禮 是提到了9次 而過去呢 這個總統 蔡英文也時常用到的 中華民國台灣 把這兩個名詞 結合在一起的用法 今天在國慶晚會上 國慶大典上 也可以看到 中華民國台灣用了兩次 而在10月5號呢 中華人民共 中華民國台灣 卻是沒有出現的 但是呢在520的時候 中華民國台灣也出現了3次 而值得注意的是 總統賴清德 相對於賴總統 會把對岸稱為北京 但是他是直呼對方的 國號 中華人民共和國 今天國慶日提了兩次 而在國慶晚會上提了4次 先前520就職演說提了一次 而最後中國這個代表詞呢 在10月10號以及就職典禮上 各提了7次 其實大家聽來聽去 會覺得可能有點被繞進去 這到底代表什麼樣的意思呢 因為呢 不管是指台灣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台灣 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都涉及了 這個蔡總統 他對於兩岸還有國族的認同 所以我們帶您看到 其實他仔細的來闡述 中華民國已經在台澎金馬落地生根了 和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屬於互不隸屬的 這也是為什麼呢 學者認為這是賴總統 明確他的兩岸政策 已經接近了兩國論的部分呢 另外一方面 民主自由在台灣的土地上成長茁壯 那麼中華人民共和國無權代表台灣 同時在兩岸的論述上 其實總統賴清德也展現了自己強勢的一面 再度重申了對岸無法代表台灣了 而學者如何評價總統的演說呢 其實文化大學廣告性的教授紐澤勳 認為兩岸論述呢 其實沒有太多琢磨 可能會憂心兩岸的衝突升高 或者會不會是且 美國曾經暗示賴政府不要暴衝 別衝太兇呢 同時資深媒體人黃偉翰也表示 某一些人還陷在祖國論 但是賴清德已經大幅度往中華民國靠攏了 已經不提建國113年的問題了 所以呢其實賴總統的國慶演說 支持者覺得她慷慨激昂 強調的是中華民國以及台灣的認同 不過也有很多人評論 這樣的說法會不會也不被對岸所接受 同時也似乎跟上一任的蔡總統 做出了很明確的區隔 在兩岸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之前 似乎表態的也更清晰了 總統的國慶文告再一次強調兩岸互不隸屬 現在中華民國已經在台澎金馬落地生根 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 民族自由在這塊土地上成長茁壯 中華人民共和國無權代表台灣 這當然也是嚴肅就職演說時的基調 中華民國主權屬於國民權體 由中華民國國籍者為中華民國國民 由此可見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 互不隸屬 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稱呼對岸 學者分析其中蘊含的 自然是兩國論概念 對北京的方面主要就是兩國互不隸屬 那這一點其實他不會有任何的改變 因為當520公開講述這樣的一個立場的主張 而且是非常非常的強烈 賴金德總統在兩岸政策上跟路線上 應該已經是非常的確定 能夠調整的空間我想才是非常有限 因為算一算總統的國慶文告幾乎多以中國 來稱呼對岸 前總統蔡英文常用的兩岸僅有兩次 但回顧蔡前總統的國慶文告 去年兩岸用了10次 前年也有9次 至於中國各一次 有時則會出現北京當局 與北京當局發展雙方可接受的互動基礎 以及和平共存之道 儘管總統總說兩岸政策延續蔡英文路線 但在史冠極論述上仍有些許差異 7VP的新聞李國正氣煥柔退報道 不過在總統來信德演說之前 先上場的是立法院院長韓國瑜 在他的演說過程當中呢 他特別重申中華民國的論述 更是提了16次的中華民國 因為先前的祖國論其實各界也在思考 這會不會是民進黨也會想要搶走 國民黨的中華民國論述呢 所以這一次演講呢 隱隱約約其實外界也分析 在韓國瑜的口中呢 是不是也希望可以把中華民國的論述權 給搶下來 別讓賴總統先前的祖國論專美於前呢 而自此當中呢 他不斷的強調中華民國才是我們的國 而外界解讀似乎透過韓國瑜的演說 也希望能夠跟賴總統做出區隔 國境大典總統賴清德至此結束後 韓國瑜上前兩人握手行李如宜 賴韓座位隔著第一夫人吳美如 三人沒有特別多的互動 身兼國慶大會主席的韓國瑜 每個環節都展現親力親為 看表演還看到太出神 忘了回座位 直到李斌小姐上前提醒 韓國瑜才不好意思的回到位子 忘了小流程不要緊 重頭戲致詞 韓國瑜沒忘要把中華民國講清楚 中華民國是我們的國 美麗台灣是我們的家 中華文化是我們的根 自由民主是我們的寶 必須讓世界知道 讓年輕人知道 中華民國是存在的 強調中華民國論述是近一個星期 韓國瑜著力最深的事 因為10月5號 當總統賴清德拋出祖國論 同時也說出中華民國生日快樂後 韓國瑜評論賴總統發言講得非常好 被認為是認同賴清德發言掀起反彈 因此在國慶前上節目的訪談 韓國瑜都不放過解釋的機會 感動的是賴總統講了中華民國 而不是認同祖國論 韓國瑜在國慶致詞再提16次中華民國 阐明嚴正立場 TVBS新聞消息 李敏珍綜合報導 而今年的國慶大鐵上 官禮台也有一個特別的場面 就是歷任的民進黨總統排排座 但是獨缺了馬前總統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馬前總統 不認同這個祖國論 所以挽懈出席了 而與此同時我們可以看到 包含了前總統蔡英文 她坐在官禮台上面欣賞整個節目 同時她身邊坐的是前前總統陳水扁了 而兩個人在官禮的過程當中 時不時來交頭接耳聊聊天 交換意見看起來氣氛蠻輕鬆的 而且陳前總統睽違多年 終於回到了國慶大典上 看得出來笑容真的是隱藏不住 而前總統蔡英文他們兩個比鄰而坐 先是握手之意熱絡聊天 也一起開口唱國歌了 而至於馬前總統呢 不參加國慶大典也不是第一次了 在2023年她不滿國慶日善改國民淡化了中華民國 所以馬前總統是拒絕出席的 而今年呢她不滿是新兩國論 也是拒絕了國慶大典連兩年來缺席 不過呢她的愛國心還是一語言表的 今天也是到國民黨的中央黨部前來參與升旗典禮 同時也發表了她的抗議宣明 前總統陳水扁第一個抵達國慶會場 手持拐杖 白襯衫 綠領帶 這也是她卸任後首度參加國慶大典 另一位同樣也是卸任後首次參加的 就是前總統蔡英文 邊蔡兩人邊看表演邊聊天 蔡英文笑得開心 互懂家 大會主席韓國瑜致詞時也特別提了一下 前總統陳水扁總統 前總統蔡英文總統 蔡英文回去後四小時臉書發文 中華民國加油 台灣加油 還附上一張照片 但卻刻意卡掉右邊的阿扁 左邊還留有一個空位 不免讓人聯想 這空位是在只因不滿總統的梁國潤 臨時取消不來的馬英九 我身為中華民國前總統 本來應該出席 總統府前舉行的國慶大典 但是我今天決定不去參加 因為賴清德總統主張 這個新兩國論 追求台獨路線 嚴重違反中華民國憲法 在這種國慶的時候 大家都是歡喜的 我想應該不需要這種 用不剛性的詞彙 來這個抵銷國慶的行業 朝野在預算上已經肩拔弩張 賴總統一翻祖國論 恐怕讓雙方關係更緊張 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 這在全世界都承認的 而祖國論屬實的話 成如賴總統所說 那是不是清朝就是 大清王朝就是中華民國的祖國 藍營部分雖然前總統沒來 而新北市長侯友宜是首度參加 和台北市長蔣萬安聊得開心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參加完 黨中央升旗後也敢來 三人都打上藍色系領帶 而前行政院長陳建仁 和現任的卓榮泰 也有默契打了同款綠領帶 看來就算不是主場 也會用另種方式表達立場 而其實每年的國慶大典 都有不少外賓會來台參與 祝賀我國 國慶快樂 而值得注意的是 今年的外賓人數似乎比較少 那麼根據目前提供的最新名單 像是各國外賓人數是來到了183人 而其他慶賀團的外賓有92人 駐台官員91人 但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今年是否全球的選舉年 美國正在進行總統大選 而日本也結散國會眾議員 要進行改選了 不論是國會還是地方大選呢 這選舉年也借鄰到了政府換屆 所以來訪的官員人數 自然而然也變少了 但學者認為這回連邦交國的元首 都沒到期 這對於台灣的外交來說 似乎不是個好訊號 土瓦魯國總理戴斐力 土瓦魯國總理戴斐力 抗例來台慶祝國慶 賴總統特別感謝 國際上把握幫台灣發生了機會 美國聯邦眾議院議員來資格 賴總統上任後 首次參與國慶日 有幫或非有幫 貴賓出席的成員或人數 都是外交上的美美咖咖 連這個邦交國的領導人都沒有到期 意思就是說這些國呢 好像也都異性藍山 並不是一個非常好的訊號 尤其因為兩岸緊繃 北京絕對不會鬆手 瓜地馬拉這回是派第一夫人出席 學者也說邦交國出席狀況不佳 但非邦交國部分 美國大力幫忙比以往有進步 今年國慶外兵183人 慶賀團92人等 美日剛好都在選舉中 來的人數相對比往年少了些 離我們最近的日本 今年也有新面孔 日本京都府歸岡市長貴穿效育提前來台 除了推廣家鄉美麗雲海 也進行台灣綠化環境考察 他以三連霸也傳出未來 將會更上一層樓 交出京都府知事 是入境隨俗嗎 這回答滿滿台灣政治位 點破不說破 不過不只外兵造訪 今天清晨也有共機共艦擾台 根據國防部表示 他們已經監測到27架次共機共艦9艘次 在10月9號的清晨 並且到今天國慶日上午6點 出沒在我國領海領空附近了 而對此呢 他們在我國的國慶日依舊不停歇 外界也在觀察 新前傳出他們的聯合力箭逼的軍演 會不會也在國慶日舉行 其實目前為止是沒有動靜的 不過這是午後的部分 文工的部分也沒沉默 因為根據賴總統國慶的言論 這個大陸外交部的發言人毛寧 就特別表示 認為賴清德總統的講話刻意割裂 兩岸的歷史連結 重談戶不隸屬 堅持主權的論調 變換花樣在販賣台獨 依舊對於賴總統的講話沒有正面表述 目前我所在的位置 廈門島 它在台灣海峽的西部位於金門 44.7公里 國安高層分析 在國慶之後呢 大陸勢必會有再一次的軍演 而大陸的學者則認為 如果賴總統在台獨的路上走得太遠 那麼大陸一定會有更大的動作回應 除了國安高層 彭博也引述美國官員訊息報導 中國大陸可能利用賴總統的國慶談話 來加劇緊張局勢 5月20號賴清德就職演說 強調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互不隸屬後 中共解放軍東部戰區 就在5月23號組織陸海空擊火箭軍 在金門及台灣本島周邊 進行聯合力艦2024A軍演 截至10號傍晚 共軍並沒有釋出軍演的相關訊息 但國防部在國慶日前夕 9號清晨到10號上午6點為止 共計徵禍共計27架次 共建9艘次出海擾台 清德的講話 蓄意割裂兩岸歷史連接 重談戶不隸屬 堅持主權等論調 變換花樣販賣台獨謬論 大陸外交部在例行記者會上 回應賴清德雙十談話 抨擊持續拉高台海緊張局勢 兩岸互動牽動國際 賴清德國慶致此後 包括南韓韓聯社 日本富士電視台 朝日電視台 都以賴清德對兩岸關係論述為標題 發布報導 此外在國慶前夕 大陸外交部長也與日本新任外相通話 聚焦台海 王毅希望日方恪守在台灣問題的政治承諾 堅持一中原則 日方則強調台海和平的重要性 TVBS新聞 蕭銘鑽 李明珍 綜合報導 而今年有很多僑胞熱烈響應 賴總統首度的國慶大典 4000名僑胞回台參與 甚至有僑胞為了回來 達了33個小時的班機 而在國內呢 其實也有很多熱情的民眾 像有一位來自台中的愛國婆婆 她準備了500件的國旗衣 免費發送給媒體 慶賀國慶 國慶大典重頭戲 國防部三軍聯合樂儀隊 奏起磅礡音樂 步伐整齊畫意震撼全場 三軍儀隊跟著節奏 秀出精湛槍法 宛如複製貼上 國慶大典國歌環節 特別邀請古臨頭戰役 三位高齡90多歲的老兵 與尼布恩合唱團一起領唱 今年雙十國慶還有4140名僑胞 來到大典現場 很感動 有的時候 可能會 眼淚都會流出來 出國也好久了 四十幾年了 那一有空 我就想要往自己的國家跑 因為還是有溫暖的感覺 有一個回家的感覺 不遠萬里回國的 還有這位坐了33小時飛機的 阿根廷敲包 國運蒼龍 大家平安快樂 天佑台灣 一整排大紙箱裝滿國旗帽 國旗衣 這些都是她 來自台中的愛國婆婆 帶來發給民眾 今天特地準備 有衣服 我們有500件的衣服 有銅裝 有L、M、X 任何儲襯都有 還有500點的國旗帽 要送給在場的每一位來賓 來慶祝我們的雙十節 愛國婆婆去年一度因病缺席國慶大典 今年滿雪回歸 六點就到現場開始佈置 用實際行動 慶祝中華民國生日快樂 TVBS新聞 劉立成 莊凱玉 台北採訪報導 好 慶賀國慶的心不分 海內外也不分 何時何地 那麼觀眾朋友 你最喜歡今天國慶眼球哪段表演呢 歡迎留言告訴我們 而再來我們要帶您看到 今天的精彩回顧了 在高雄的街頭 有500部的重機車 穿上了國旗上衣 也插上了國旗 來慶賀國慶 而最為亮眼的 就是有哈雷CVO 1800cc的重車了 這輛車 車價就200多萬以上 同時呢 也有移居台灣的港星 杜文澤 也慶賀錦秀中華民國 重機伴隨著轟隆隆的引擎聲 一步接著一步無效而過 車上還插著小國旗 重機騎士一身 酷帥裝扮 甚至把國旗穿在身上 超過500部重機 行駛在高雄街道 慶祝中華民國生日 裝死活動 騎士節這個活動 我們已經辦了好幾年 我們今年的話 是有比較擴大一點舉辦 15個重機車隊 自發性繞街 10號早上9點 從市運竹場館 一路騎行到內門子竹寺 而重機款式千百種 不只有防蝙蝠俠的車殼外觀 也有全白酷炫的造型 不只有哈雷重機 也有印第安等美式重機車 其中最亮眼的 就是這台哈雷CVO1800CC 橘紅色的外觀 搭配內建音響 新車價高達200萬以上 哈雷CVO1800CC 超過200萬 然後它有音響 有通風 那個印第安的 1700多CC 價錢差不多空車178 不只台灣朋友們 都紛紛參與活動 慶祝國慶日 就連港星杜汶澤 也在臉書發文 祝福景秀中華民國生日快樂 杜汶澤已定居台灣多年 時常針對時事發表意見 雙十國慶 他在昨天深夜11點多 就發文慶祝 而藝人香蕉是第一位 發文祝福的台灣藝人 他和妻子 在瑞士馬特洪峰旅遊 穿上硬有國旗的上衣 拿著國旗入鏡 另外夫妻長陳志強與曾智希 以及藝人謝忻 也都紛紛發文 慶祝雙十國慶日 另外在宜蘭有一群跑友 每年為了慶祝國慶日 會把台灣國旗 帶到高山上慶祝 從平地的宜蘭梅花湖 當作起點 翻過思源、崖口及雪山 一路跑到台灣最高湖泊 雪山翠池 3517公尺升旗 長達123公里的距離 今年共有38位超馬好手來挑戰 TVBS新聞 林一邦 盧平浩 高雄宜蘭 綜合報導 好 繼續我們帶觀眾朋友看到 今年的陸軍機部 333旅的普光龍隊 這其實是國軍歷史當中 相當具有代表性的演出 相信大家呢 都是透過老照片、舊照片 來一睹當日的風采 而今天呢 也出現在凱道上頭了 不到因為10年前 他們因為部隊的編製 改變人力精簡 所以呢 這龍飛鳳舞的畫面 已經潛伏了10年 今年是逢龍年 慶酬會呢 就請這頭50公尺長的普光龍 衝出江湖 而真的是辛苦了國軍弟兄了 為了這段表演 他們苦練了兩個月 陸隊戰鼓隊磅磅 鼓聲響起 李堂華雜技團員 向中心聚集 融入豐富走位 與多層次變化的隊形 隨著戰旗飄洋舞動 雜技團員接力上演特技 翻滾動作 搭配鼓聲節奏 十年不見的陸軍普光龍 迅速出動 默契走位 游龍穿龍 盤龍技術 在國慶大典 呈現視覺饗宴 雖然不是職業 卻有專業表現 住所在屏東的陸軍機部 333旅普光龍隊 創立於民國53年 十年前 一部隊編制改變 與人力精簡 不再出演 如今是逢百年對慶 全長50公尺的普光龍 重新登上 國慶大典 訓練的時間 已經超過兩個月 我們22個人 都要很有默契的 配合這一條路 國家生日 其實是全民共同 也是我們陸軍的任務 像腳踏車一樣 對 演出過 還在後台與民眾互動 接受所有合照要求 觀眾看得也很感動 很棒 很棒 我在這邊就一直看到 沒有那麼大隻 那個都小小的 真的很驚豔 再戰備之餘 為國慶盡奔心力 也彰顯國軍訓練紀律 TVBS的追蹤群 劉婷聯會 台北斗 TVBS新聞直播 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 每週一到週五的 晚間7點到9點 由新化主播 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